书要慢 咱们一起来写下成语 巧夺天工 电网罩往上提上去 因为这个毛笔的弹性太大了 7b 有时候起不好 其实也很烦的 拿一只不好的毛笔来写的话 勾笔的时候 这个勾的力度一定要给住 不要勾的太小 也不要勾的太大了 毛笔和纸这种工具呢 有时候挺烦的 特别是有时候拿着一根一只毛笔弹性特别大 然后这个墨呢 又是那种很熟 就是不吸墨的那种 这鞋家就很难受 咱们下ところ 山上一范灰尾 放下午后 来这里的那个头 两个的複蚓 但是 禁止这种鞋子双方的东西 刺客那是为了的 距离这是一个与别人的 店 当店 噢双方的一窝 那是一个与别人的 鞋子双方的一窝 这种照片的一窝 inning 掌描在一窝 竖笔重 然后横笔细 一定要记住 夺字 是有繁体字 这个字大家不知道没有见过 记得 这一个撇笔 还有这个反纳 一定要写短一点 插开一些 那么往上勾上去的时候这个力度呢一定要给足 翘夺天宫 横笔 这里长一点 这里的差不多 那么最后一个字是我们笔画最少的一个字公字 往下顿下去重一点 这笔写平 这笔写斜 翘夺天宫 这几个字我们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